我桌面上的所有顏色都是吃得的 包括來自紫薯的紫色 這個是南瓜 這個是淮山和八口 今天要做樹蓉 但樹蓉之外我們要做一些花款 令它更加覺得漂亮 還有吸引力一點 那樹蓉首先要好吃 大的薯仔 大薯它的顏色會深一點 新樹就是太淺色 至於前面這一堆 好像泥膠那樣的東西 其實不要誤會 是我精心炮製了一晚的 因為我要磨熔番薯 然後把它炒 令它全部很綿 很融 一會方便我去造型 另外這些綠色也沒有任何色素 這個就是來自南瓜的南瓜皮 再混合了一點的辛薯 因為它比較硬 和纖維很高 所以我們要用blender blend它 然後再過篩再加 這個白色就是淮山 再加白盒 這個淺紫色就是淮山 混合了紫薯 混合出來混淡了的顏色 那炒的方法是怎樣呢 一會我做樹蓉的時候 就會告訴大家 這些東西製造的方法 和這個都是類同的 在這個時候我可以說一說 剛才那堆五顏六色的 好像黏土的薯蓉 我是怎樣炒仔呢 就是其實這個過程都是這樣炒的 當然那堆東西 因為我要造型 要擠花 我就不加洋蔥 而且我一定要過篩過度很柔滑 我現在開始做一個對角的 花的組織 首先我切了一些葉子 葉子的形態任由你擺 你自己喜歡怎樣砌都可以 其實沒所謂 你家裡沒有轉盤的人就要多動 我有轉盤我就可以輕輕地動 它就已經可以做到 就是要從小時候 然後用它去打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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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它 然後用它去打雷尾 然後用它在水尾 慢慢用它 要去打雷尾 然後用它去打雷尾 不是吧 你待會下來一下就沒有了 今天我介紹的焗樹蓉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其實用一點心思可以吃得很健康 整個口感都很豐富 希望大家喜歡